這條題目就是這樣的 解釋那個graphy等於lock x base 3 就是沿著y軸壓縮兩倍 變成那個graphy等於lock x base b 找回b是多少 我們就留意一下 經過transformation之後 那個equation of newgraph 就是y等於2分1 lock x base 3 把整個function成2分1 整個graph就壓縮了兩倍 沿著那個y軸,即是上下壓兩倍 所以全部的y座標都會是隨意 但題目又說 經過壓縮之後 graph會變成y等於lock x base b 也就是說這一塊2分1 lock x base 3 就會等於 lock x base b 現在要做的就是 解釋b是多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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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法就是這樣的 我們就會把這個 lock x base 3 變成 lock x base b 除回 除回 lock 3 base b 右邊就是 lock x base b 發覺左右兩邊 就可以約了lock x base b 前提當然就是 解釋lock x base b 等於0 可能有朋友會問 如果等於0 會發生什麼事 如果lock x base b 等於0 你只能夠計算 x就是1 如果x是1 其實就沒有相關 因為 Lograithon的graph 它的xintercept就是1 所以經過任何 y axis的compression 即是上下壓縮 或者上下拉展 它的xintercept 其實都不會變快 因此這個我們可以不用理它 好了 2分1 就會等於 lock 3 base b 留心 我們先把2塊寫在這邊 你看到這裡 就是一個很典型的 Lografin equation 就是Log A base b 就等於c 那它可以寫成什麼呢 就是 B的2分1次方 等於3 就是把它寫成 Exponential equation 就是B的c次方 就等於a 因此B就是9 那整條數就完成了